Baddy Coco 好了,是時候解答一下問題 首先是維他命C 你們就問為何不用玻璃瓶裝試試 之前答過了 就是因為如果維他命C接觸到空氣就會氧化 氧化了,維他命C就失去了效力 我們想保持維他命C新鮮的話 我們就用真空處理包裝 這個瓶裝除了可以令維他命C更加穩定 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何維他命C不是液體 而是一個好似 Gel狀的感覺 或者乳液的狀態 我們就加入了透明脂酸 令到維他命C 就不是液體狀態下 好了,可以讓大家試一下 如果你剛剛買回來 我建議早晚都用 用完一個月之後 你就可以只早上用了 大家看到了 每次用的時候 一噴就可以了 連眼睛都可以塗 我可以塗上頸都可以 大家看到 它不是一個Liquid的狀態 它是一個好像 乳霜和啫喱的狀態 但是我一刷 它就會變成水 而且很容易吸收 你看看 已經吸收了 好了,有人問 這隻果酸會不會很刺激 或者很傷皮膚 其實它一點都不傷皮膚 而且它給市面上的果酸溫和 但是有效 為什麼呢? 它不是只用一隻果酸 它的果酸是用多種焗水果的果酸 所以它性質會比較溫和 這個可以大家留意 這個真的超棒 另外這隻果酸 為什麼它會性質比較溫和呢? 因為它加入了透明質酸和芝麻油 所以你塗下去 它一點膩的感覺都沒有 只是塗 可以塗一層啫喱的感覺 好了,這就是日頭的程序 首先是洗臉 然後噴上芬衣草花水 然後可以塗維他命C 最後塗上日曠霜就可以了 記得塗上防曬 首先晚上的程序就是 洗臉 然後噴你的Toner 然後塗一噴的維他命C 這個是連眼都可以塗的 你可以按摩 同時按摩 一分鐘乾了維他命C之後 你就可以塗果酸 這隻果酸 你要避開眼睛和嘴的位置 譬如有暗瘡和T字 或多油的地方 你不妨塗多一點點 還有按摩 第二天 多餘的油脂就排走出來 這個也是 等一分鐘左右乾透之後 就塗你的蠻霜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了 你不妨塗 你不妨塗